1 2 3 2 4 3 大家好 我是盈婷 我跟你說 很多人都以為我們主播主持人啊 錢賺得很快啊 其實沒有 我也曾經被割過韭菜 我趕快來跟你分享一下 我也是投資小白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Snow盈婷 這幾年我會做很多的理財跟投資 目前我投資的標的包括我有買房子 然後我有進入股票市場 有穩健的在做ETF 以及我有現金流 跟我在保險儲蓄上面 都做了一個不一樣的調整 不敢說我很會投資 但是其實我是算大資機晚提的 比較晚開始的 但慢慢做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收穫 我會很晚開始進入比較積極的投資 其實因為是我自己的媽媽 她以前做生意 因為台灣前沿角木做什麼就成功 所以手上有現金她就去做投資 所以那時候在台股裡面 投資的非常成功 也賺了很多錢 但是一直到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媽媽覺得錢太好賺 她覺得這樣賺太慢 所以她把房子拿去抵押 然後她去融資 然後最後就一個個被斷頭 那時候媽媽幾乎每天都睡不著 然後她有把我們兄弟姐妹都抓來說 你們誰敢再跟我玩股票的話 就給你抽獎金 你們就離開我們家 不准再碰股票 所以我對股票的感覺 就是從高中的時候覺得 哇這是可怕的怪獸 所以我千萬不要去碰股票 不懂就是不要裝懂 然後不要亂進場 那可是我出了社會之後啊 因為媽媽沒錢 所以大學是就學貸款 最後在大學的時候 除了上學我還就是到處打工 我到那個Dane Ryan's 去端那個大Tray啊這樣 這樣端啊 就各種工作做過 然後甚至在路邊街坊啊去抓人啊那種 大學畢業後 大概差不多兩年時間 就終於把我欠的債還完 那接下來我就是 正常在上班 然後當記者 那薪水不高 大概我記得 醉菜在前幾家公司 大概兩萬八左右 所以我不太花錢 不太消費 然後錢存存存存 哇終於也沒有一桶金啦 就是存個三四十萬吧 那因為跑新聞認識很多朋友 結果有個好朋友跟我說 欸你以前欠債不投資 你現在有錢 你應該要投資啊 我可以報一檔名牌很厲害喔 然後我就想那不然 也半信半信就買一張就好了 結果第二天就從三十幾塊 漲到四十幾塊吧 這個四十出頭 能不能贏就看這一次了 大概繼續就三十來萬 我就全部all in 進去了 但是不過才三五天的時間嘛 他就開始四字頭變三字頭 所以就跌很慘 然後那時候我就心裡就很緊張 因為我真的很怕欠債 然後我更不敢跟自己的媽媽講 我會被逐出家門 那我就沒有再去動他 然後一直到現在已經過二十來年了 結果看雞蛋水餃股喔 然後我最後把他全部整理起來賣掉 大概五萬塊吧 所以這一場交疊得很重之後 我就再也再也不碰骨藥 連摸都不摸 但是因為慢慢的有小孩之後 覺得說理財很重要 所以賺了錢該怎麼辦 所以這幾年也陸續有在 基金的市場裡面 然後有逼自己去買房子 因為你的錢要不同的分配 所以這個就等於逼自己出去了 因為我不敢太積極的投資 因為我們很忙碌就不去想你的錢 怎麼去移動 然後你就會亂亂花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說 要稍微穩健一點點 所以我就選擇像是債券型ETF 或者是高股息的ETF 近期尤其是債券型ETF 我把比較多的資產再移過去 因為我現在就是一心其半 美國趕快降血 現在重新專心的做財經節目 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轉化 就是因為自己有失敗過 然後自己也不敢說很多 因為有人付出比我更多 可是自己有相對的付出 就覺得說那我希望 至少我在主持的時候 我可以把觀眾不知道的東西都問清楚 至少我自己心裡覺得 這是我過去的 OK 那可以接受 那我就報導出來 就會覺得 用交朋友的心態去看這個不一樣的題材 然後像我們現在也做醫療 然後也做財經 然後也做汽車報導 就是會比較廣一點 但是初衷都是一樣 就是交朋友 希望就是自己一點點小小的經驗 可以讓大家少走一些錯的路這樣 我其實不是什麼投資老鳥 我也很保守 但是我這幾年進來的感覺就是 永遠不嫌晚 但是永遠也不能停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 自己什麼時候要進場 然後你只想買低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你又不是神 所以你就逼自己定期定額 因為定期定額它永遠會讓你買到一個居價嘛 如果你定了一個說我一定要等最低 那你就是永遠看著它一直在往上爬 那你永遠買不到 過一兩年說我當年就是在做好的時候看上它 但是我到現在一張都沒有 你只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雖然你晚開始 但是你可以加倍努力 那像我相對於很多的投資好手 是比較晚開始 可是我也覺得 可能它對我自己本身是好的安排 因為我逼自己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失誤之後 然後我回到職場我更努力工作 但是你在賺錢同時 你慢慢的累積了一點點養分之後 你會覺得啊 錢要做聰明的運用 我現在挑選ETF我其實很重視成分股 我會去看一下說 這一檔ETF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因為我相信每一檔ETF成立 他們在物色他們的成分股的時候 都是已經有它嚴格的標準 你絕對沒有這些專業經理人厲害 我也很重視一件事是殖利率 過去大概這麼多年在美金 儲蓄寫的美金保譚上的浪費青春 我覺得我現在要加倍努力 如果它的殖利率太爛 那我不是重蹈覆測嗎 所以我覺得成分股 還有它的殖利率 是我現在看的最大的重點 股價比較高一點的個股的話 我就是買一股 買一股很好笑對不對 但是一股就是我的水平線 就是每當我的這個股價啊 只要跌到我當初買的2%以下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我可能也可以加了 那我就去挪握我的錢 可是我跟我的幾個朋友都講說 你看你手上手頭需要用錢嘛 那如果說你手上真的是有點餘裕的話 那你就是像我一樣用章數去加 但是如果跌破2% 你覺得是3000塊別加 不要管就買零股不管 你說ETF買零股就是買零股啊 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 要把自己逼死嗎 那要去借錢嗎不用 手上的疑慾再把它放進來 如果你真的要做屬於自己的投資的話 第一個就是不要提醒名牌 好提名牌沒有問包生男包生女 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手上的現金 然後你能承擔的風險是多少 你才去做投資 因為投資一定會有風險 不是百分之百一定賺錢 選對投資方法 然後跟投資金法 你就真的堅定的往前走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 豐碩快樂的果實一起加油